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8月4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来看到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当然在美国议长裴洛西离开台湾之后 大家最关心的中共的一个围台军演 今天12点钟开始登场了 那台北股市呢 虽然在美股大涨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跟上 反而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盘中是上冲下洗 开盘先击杀 一度跌个100多点 然后拉高想要反弹 接下来到了11点钟臭 接近到快要演习的时间 又一波的杀盘出现 指数最低跌到14545 下跌了231点 那等到这个军事演习12点过后 反而有所拉升 最后收盘指数小跌个74点 以17000 14702点作收 下跌了74点的幅度 成交量仍然不到2000亿 只有1954亿的低量 当然现在大家都在关心 这个中共的军演 那也有投资朋友在问 现龙老师说 为什么这次美国议长裴洛西来台湾 就一个美国人来台湾 中共呢 老共这边 要这样子的一个气扑扑的 这么生气 动作这么大 又是这地方经济的制裁 又是这地方 这个大幅度的一个军事演习 原因到底在哪里 现龙老师说 其实这个部分 要去注意 所谓的老共 这次表面上看起来震怒 会不会是暗地里偷偷的开心呢 为什么我这么讲 当然有我的论述 有我的理由 待会再跟大家说 重点是台股的后世 接下来会怎么走 到底是政治面的一个干扰结束之后 台北股市就会这样一路的上去 还是在接下来会有什么变数呢 那以及大家都说 政治都是一时的干扰 最后回归基本面 问题出在台股的基本面 真的都好吗 如果要买 要买谁 要卖 要谁赶快跑 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先按照官吏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快打当冲作战 操作建立的内容 好那今天我们建立会员朋友 当冲唯一标的 航运股当中 2603的长龙 最近利多频传 六月营收突破600亿 再创新高 上半年说获利大丰收 而国际的一个货柜运价 最近确实仍在持续在下跌之中 重点的技术面的部分 早盘开平先做一个震荡 一度这边出量又拉高上去 翻红了 大单再敲进了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想要去抢进 但他有可能是个诱多的动作 随后跌落了大单成本 早盘均价反弹占不上均价 均价线也开始下滑之下 有大户拉高完反手出货的迹象 百战指标也在这里交叉向下 出现了转弱讯号 所以我们建立会员朋友 2603的长龙 今天采取短空当冲先卖后买的策略 这是今天早盘10点01分发出的通知 早盘震荡震荡一度出量级拉 但是后继无力之下 我们趁着反弹 建议会员朋友短空2603的长龙 定价92.8以上 最高到93.2之间都可以 现股先做卖出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并且简户以市价追高杀低 后来在10点01分发出的指令 到了10点半股价最高来到93块 所以今天平均可以卖在92.9附近的价位 没有问题 卖完之后 随着大盘 这地方接近到12点钟 卖压出容 股价的部分也出现一波的下沙 最低达到92块 那我们是在这地方12点01分 当时这个中共军演要上场了 我们也不跟他这地方留恋 建立会员朋友92.3以下的价位来做回补 小赚个0.6元价差 今天赚的不算多 12张大概7000多块 稳稳的先放在口袋里 入袋为安再说 那今天虽然赚的不多 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的方式 稳扎稳打 在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重点是 你看到现隆老师 每天赚的多赚的少 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那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能保证你天天大获全胜 你说要买股票天天涨停 那叫不可能的神话 但是我给你的是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你看到 第一个 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待进一定就是当天待出 绝对不做凹丹动作 第二个 每天最多就是两档当冲股给你做操作建议 今天也只有唯一一档 2603的长龙 没有更多的个股了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是相同股票 就今天所有会员的朋友 跟着我做当冲 都是2603的长龙 没有更多的股票了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价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 诚信保证给你 我们会用持续最高标准 在要求自己 那也是这样最高标准 要求自己之下 你看到 我们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甚至在5月份累计当冲战机 创下12胜2夫三合的成绩 累计报酬率在盈亏相抵 赚的扣掉赔的 你看到有赚一定有赔 我们每一笔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重点是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5月份单月的累计报酬率 就高达了20% 就假设每一档 用100万出头来做操作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个10万20万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那六七月加起来 累计报酬率也有超过13% 也就是这地方 每一档用100万左右来做操作 一个月加薪个个十百千万 十万六位数以上 这都不是不可能梦想 那8月份目前为止 我们三次出手 8月1号我们做支帽 短空先买后买 成功的赚个两块多价差 期将进账个一万五 昨天新唐我们这个地方 成本附近买回 这个当天进当天出 成本附近买回大平作收 那今天操作长龙行 小赚入贷 维持三连不败 二胜一合的成绩 继续稳扎稳打 拒杀成塔的 要来帮助投资博 掌握赚钱机会 如果投资博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的操作理念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 每天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没有赚钱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的时候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过海 共创双赢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坚持下去 也欢迎大家 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接下来的行情继续看下去 当然在这个指数还记得上个月 这个跌到一万四千点以下 我们当时跟大家提到过 这地方 技术面而言 新低量之后出现了新低价 再加上融资断头卖压 告一个段落 外资的旗帜却在这里开始翻多了 所以技术面跌破一万四千点 这里仍然有机会出现一波中期反弹 而十千点就在七月的中下旬的时间 那后来果然大盘指数的部分 就从一万四千点以下 一波反弹涨了一千一百点上来 上个礼拜最高已经来到一万五千点附近 那这时候我们也刚才提醒 注意到一件事情 出现一个变数 量的趋势在转弱 所以我们说如果说接下来大盘 量的趋势持续在转弱 那就要小心了 大盘就可能这样 拉回来再做一次彻底 结果真的量出不来 甚至缩到一千七百多亿而已 所以指数的部分 当然这地方也受到了两岸关系局势紧张的影响 现在又再度拉回彻底 那上个礼拜最高来到15035 今天最低刹到14545 哇也拉回将近快500点了 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大盘都符合 现龙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那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先从技术面上来看 后市的关键先跟大家讲 有两个 第一个仍然在成交量 第二个要特别注意台币汇率的部分 那量的部分 当然比较简单一点 那之前跟他提醒过 这几天大盘会量缩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共的军事演习 虽然这地方 这个擦枪守火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啊 万一真的发生了擦枪守火的事件 那个后面的影响是难以评估的 所以大家总难免这地方想说忍一忍 要买股票 等这个军事演习完再说 所以如果说军事演习结束之后 那美股仍然维持续墙 当然台北股市就有机会 开始再放量多方攻击量2500亿出来 就渴望补涨继续我们所说的季线 跟两年线的目标来做迈进了 这是最好的状况 但是万一这地方军事演习 他也可能这地方没完没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地方就注意了 这次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裴洛西 这个来台湾 很多人都说 哎中共真的好生气哦 真的是这么生气吗 会不会是表面上在那里震怒 暗地里在开心呢 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你去想一想 如果中共对老美的动作 这个美国议长裴洛西来台 这么生气的话 他应该是对谁制裁啊 应该对美国实施经济制裁啊 那他有对美国有任何动作吗 没有 都只是嘴巴里放放话 结果所有的动作都是针对什么 针对台湾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台湾 你说裴洛西要来台湾 我们可以拒绝说不要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可是为什么他把所有动作都要来这地方针对台湾 其实我这么说啦 老共他原本就已经在怎样 在想办法想要再打压台湾 因为今年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跟他提到过 今年影响股市有一个很重要的变数 就在习三任这三个字 习近平要寻求第三次的连任 那他想要寻求第三次的连任 当然必须想办法塑造出他的历史地位 那想要塑造历史地位 你会看到什么事情几乎都有可能发生 包括了所谓的中共那边 哎呀又共同富裕 哇讲得很好听 结果呢一堆这地方 这个包括马云啊 这些有钱人 哇这个地方全部财产 怎样 哇可能这地方都被大幅度的收刮 这个一阵 那会不会这地方 接下来习三任 为了要塑造他的地位 当然他想办法在两岸关系上面 不断的要来打压台湾 谋求这地方 把台湾这个地方想要吃下来 那已经在这里想办法了 偏偏找不到好的理由 所以培洛西来台湾 他就刚好找到了这个借口 所以哇这地方所有动作一口气都来了 包括对台湾很多食品 哇都禁止卖到大陆去 包括军事演技 哇也开始在地方不断的扩大 本来是说两个 现在要说六个区域 现在据说又开始增加到七个区域 然后时间也继续的延长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就代表什么 习三任在年底 要这地方寻求连任之前 两岸关系政治面的干扰 可能就不会那么快的一个结束 这一点要去注意 那万一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大盘量 未必能够在这地方军事演习之后 马上就能够补量上来 那如果说量的趋势 万一是持续在转弱 那大盘当然就有可能怎样 继续的拉回来彻底 一万四千点再来测一次 会不会打第二支架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 要去注意的是台币 这几天盘中 都这个地方一度突破了 这个三十大关 代表台币在贬值 美元在升值 但是收盘都守回来 如果万一台币这三十大关 正式的失守 台币贬破了三十大关 见到三十以上 三一三二 这就要小心 这才代表什么 外资 这个地方 可能会正式的再度出走 那台北股市这波 一千一百点的反弹 就有可能怎样宣告结束 到时候又继续我们所说的 震荡向下式的一个走敌 这个倒是要特别注意 所以后市的行情 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个看法 这地方就是第一个观察量能 第二个台币的汇率 那当然这地方大家都会讲一句话 政治面的干扰只是一时 只是一时会拖多久 我们也不晓得啊 1996年这地方 这个台海危机 这个过后 当然股市有大涨一波 可是当年台海危机 这个中共演习 演习了多久 从七月份开始演习 一直到十一月才结束 那股市也跟着在那盘了四个月的时间 也有可能 所以这种状况 我们都还继续观察 那重点是政治面干扰结束之后 我们常常讲 就会回归基本面 但是问题出在 台股的基本面 就真的全部都可以放心吗 再提醒大家一次 不同的产列 基本面的好坏 是差很大的 当然需求续强的部分 之前这地方 台积电开法说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提醒了 台积电当然获利很好 但是是靠着什么 数据中心 高效运算 还有车用的需求 这边仍然是稳健的 但是台积电也在提醒大家 来自于手机 来自于电脑 来自于消费电子 这个供应链的一个 这个都已经有开始调整库存的现象 所以呢 我会提醒大家 虽然数据中心 车用这两块 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很多产业 重复下单的副作用 这才刚刚开始 未来会有很多公司的财报 获利数字大幅度的一个衰退 就算指数再创新高 你也要小心啊 很多股价的高点 可能都不会再来了 也就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高库存会比中共的军演更可怕 怎么说呢 就去讲这地方 还记得国具这档股票吧 国具在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被动元件 说供需吃紧 因为被动元件价格很低嘛 所以客户就不管 没关系 你涨一点价 我多下一点订单 你赶快把这个库存给我就好 那结果客户的重复下单 一时订单全部涌进 当然业绩就因此暴冲 国具甚至单季EPS创价 34元的成绩 很多人又34乘以4 一年就可以赚个100多块的EPS 所以当时股价涨到1000多 很多人说本利笔记有10倍 没有问题 还会继续涨1000多块的国具 一堆老师在那边高档喊进 还记得吧 但是问题出在 那个业绩的暴冲是来自于 客户的一个重复下单的时候 你看到重复下单的副作用 后来出现 需求没有那么持续了 客户的库存也够了 订单就开始缩减 一缩减下来 本来业绩最好的时候 一季可以赚34块 过个一年 EPS单季掉到多少 从一季赚34块 掉到剩下2块3 只有高峰的时候一成不到 股价也从1300掉到200块 重点是那时候指数从1100跌下来 1100跌下来 现在又涨到1800最高 现在也还有1400啊 可是国际的股价有回到1300吗 你看到没有嘛 对不对 因为重复下单带来我们所说的机会财 往往都是所谓的昙花一现 即时值数再创新高 你会发现股价高点都不再来了 现在国际距离1300遥遥无期啊 所以这也是很多股票 你要去小心未来可能出现的状况 即时值数再创新高 个股的股价 未必高点就会再来 记得高库存会比中共的军演更加可怕 所以这地方我才会再三叮咛 有一些产业趋势已经在下滑 报价在走跌的 包括这地方 航运 记忆体面板 这个报价都在走跌 手机零组件 这个笔电的零组件 需求也都在减弱 这个库存都在调整之中 这个未来业绩都有很多公司会大幅度衰退 都要小心的避开 这一点还是叮咛大家 总之在这个阶段 赚钱机会要把握没有错 但是永远记得风险意识不能好少 所以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一再跟大家强调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们四个字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盘中满手赚了这种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的操作策略 有赚钱机会 我们努力把握 但是有赚没赚 盘后保持空手 又可以等待下一个赚钱机会啦 当然我也再三强调 记得当冲不是在做赌博 没有足够的功力跟技术 不要自己凭感觉在那里追高杀低 行情好 或许你多少赚一点 但是可能你赚不多 万一你又不懂得控制风险 行情一不好 一追就套牢 然后每次套牢就想拗 拗到最后 没有控制好风险 就变成赚小钱赔大钱 那也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再三叮咛 做当冲 像现龙老师 每天都是按照专业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 有攻击机会出现 我们做多 整理盘我们做空 做多我们先买 做空我们先卖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 才果断出手 遵守机率 理性操作 这是我们每天在遵守的SOP 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当然如果投资朋友 没有时间自己看盘 或是看了半天 掌握不到盘式 该做多做空 还是这地方 哪些股票大户在进货 谁在转强 哪些股票大户在出货 谁在转弱 看不懂 自己追高杀低 反而赚小钱赔大钱 反而省了小钱 反而赔得更多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 来加入 由我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你看到 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这个月 我们继续稳扎稳打 这个8月1号操作自贸 好吗 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操作自贸 当时利多见报 隔日冲大户才刚锁完涨停 隔天就在拉高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被我们发现 短空先卖后满 那一天8月1号 扫盘就这个 跟我们卖在175.75附近 杀下去173.5回补 两块多价差 七张就进账了1万5 文杀文打放进口袋 昨天新唐 大盘式比较焦灼 我们就在成本附近买回 你看到就是我们操作 稳扎稳打 无论如何 当天淡美镜 当天淡出 先把风险控制在最低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 那今天2603 的一个长龙 早盘跟走卖在92.9附近 杀下去最低92 我们92.3以下买回 小赚12张有7000多块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当然目标还是像上个月 操作南电这样 当这个大户在这里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2555买进 一口气拉高到265 一口气10块价差 操作4张 一天就进账4万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一个月要帮自己加薪个10万 20万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如果投资朋友 认同县荣老师这样子 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 稳扎稳打 用最小风险 掌握赚钱机会的操作方式 也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的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把握我们这次 帮大家推出的 七夕情人节 今天就是7月7号情人节了 县荣老师期待与您结缘 特别推出的七夕专案 广告时间就欢迎好好好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 七夕情人节 高老师祝福天下有情人 特别推出七夕专案 允林结缘 倒数两天 缘分到了 速播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同步 极品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参专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同步 高老师 极品超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超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即使这地方中共的军演 正式的一个干扰 结束之后 回归到基本面 但是基本面而言 现在不同产业 好坏差很大 当然在这地方 有一些产业趋势 已经在向下的 报价在走跌的 航运 记忆体面板 以及这地方 手机零组件 笔电零组件 我们都建议大家 要先做比开 当然也有这个趋势 真正向上的 也就是我们这波 锁定的电动车相关产业 里面最重要的龙头厂商 也就是上个月 7月份 我们唯一推荐给大资金 的一个投资朋友的 这一档2308的台达电 你看到现在指数反弹 上档仍然有半年线 年线两年线反压的时候 它的股价 已经领先大盘 突破了短中长期的均线 而且是领先大盘 创下波段新高 那未来这个地方 如果股市要来做继续上涨 电动车 相关族群 当然会是投资朋友 必须一定要注意的重点 那台达电带领之下 我们会继续寻找这类型电动车当中 真正有业绩成长潜力的军权潜力股 给大资金有波段需求规划的投资朋友 来做布局 也欢迎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跟上我们的脚步 但是对小资族来讲 如果想要最低的风险 掌握赚钱机会 当然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仍然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你看到每天早上提供的就是 最多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议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我们会清楚的告诉你 该先买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跟获利目标 所以不会说爆一堆股票 给你叫你自己设飞标 也不会爆一档股票 叫你市价追高杀低 我们价位的定得清楚明白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需要修正 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一定就是当天待出 就是这样的原则 这个礼拜你看到智茂 那天发现技术面 转弱讯号出现 建议175.5以上 做一个短空先卖 平均卖在175.75之后 杀下来 这地方最低172 我们173.5顺利回补 两块多价差 七张就进账15000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这个地方加薪个15000 稳稳的放在口袋 那昨天这个新唐成本附近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 来做收回资金打平作收 当天待进就是当天待出 那今天长荣还小赚个这地方 12将7000多块 我们也是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继续稳扎稳打 这个月目前三连不败 二胜一合的成绩 继续稳扎稳打 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当然目标还是像上个月 南电这样子 短线技术面转强 255以下做一个短多买进 拉高上去265顺利的卖出 一口气一天就有机会 加薪个十万 这个十块价差 一口气四张就有机会 进张个四万的机会 这我们就会继续努力 甚至一个月要帮大家加薪个十万 二十万不是不可能梦想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的 就从现在开始把握 帮大家争取的七夕情人节 今天情人节 现龙老师期待与您结缘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